今天的政治焦点我们先来看 昨天为了江澄会所以衍生出来的 A咖跟C咖的问题 虽然马总统已经亲自上火线来灭火了 不过还是无法平息风波 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办公室主任的丁远超 今天又再度的透过媒体 呼吁当政者要珍惜连战的帮忙 而这样的说法让总统府觉得很不舒服 罕见的用更强硬的态度来回应 呼吁相关的幕僚要严刑合宜 不要愉悦奋气 第四次江澄会期间 泛兰大佬希望能够做东宴请海贼会会长陈运林 却遭到府院高权善意提醒不要模糊的焦点 这让亲民党主席宋楚瑜 只得在海集会安排日月坛游湖的行程中 临时插队陈能汉陈运林见上一面 海集会透过其他的这种方式 像我们曾经确实有一些表达 但是表达的非常没有技巧 不只宋楚瑜不满和中国关系良好的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 唯一见到陈运林的场合 也是参加台中市长胡志强做东 和一堆商界政要的餐序上 宴会上明显看得出连战垮着脸 过了几天气还是没消 中央幕僚的办公室主任丁远超 更透过媒体批评国安会秘书长舒启 其路委会主委赖信源 并呼吁当政者要珍惜 只是这话说的实际点却在马总统 亲上火线灭火后 让马总统相当不悦 透过总统府发言人说重话 要幕僚之所分寸 王玉琦进一步表示 马总统对连战在两岸关系 做出的贡献相当尊重 希望两岸交成会的成果 不要再被蓝营内部的纷争 所模糊焦点 而下午丁远超也以开会为由 不再回应 而同时掌握官方和国共平台的 马总统兼党主席 强力主导两岸事务的态势下 却和连宋吴这些强调 由两岸破冰贡献的蓝营大佬旗舰 不但没化解 反而越演越烈 这林玄彭要主台北报道 而就在第四次江城会之后 外交部今天向70位驻华使节 报告协议的内容 其中美国在台协会代表 非常关心两岸协商的先后顺序 尤其是签署ECFA的同时 要如何兼顾投资保障 还有国家安全 70名驻华使节来到外交部 由外交部次长沈吕巡 和陆委会副主委赵建民 以及海基会副秘书长马绍章 共同为他们简报 第四次江城会内容 会后外交部转述 这些驻华使节 有人好奇两岸签署文本 是用简体字还是繁体字 外交部回答以对等为原则 各自保留的文本 用各自熟悉的字体 而这次江城会也出现反对声音 造成远景受伤的冲突 AIT代表很关心 上一次有将近两百位受伤 那么这一次我们了解到只有一位 所以整体而言的话 这一次的江城会 是更为的和平跟理性 而论委会也足以说明 目前两岸签署的12项协议内容 但中华使节对两岸 即将签署ECFA也有疑虑 我方官员向驻华使节解释 两岸签署ECFA是大方向 但涉及复杂度较高 ECFA签署之后 也会同时就投资保障 和大陆沿岸部署对台飞弹的 国家安全议题进行协商 先议后难先谈经济 累积更多共识和善意后 再谈难度较高的政治议题 记者王球沈志明台北报道 好另外一个也是引发争议的呢 就是台湾日前呢 捐赠给巴纳马政府的一架 喷射引擎商务机 被当地媒体怀疑呢 是台湾的支票外交 不过呢今天总统府出面表示 只要是有正常的用途 总统不会排斥对友邦的援助 而这架飞机呢 是专门提供给巴纳马公务勘灾 以及救难急助用的 所以呢全部是基于人道考量 今年7月初 马总统到中南美洲访问 参加了巴纳马新任总统 马丁内利的就职典礼 人道礼随后也到了 就在今年这下半年度 台湾原则巴纳马政府 一架喷射引擎商务机 结果引发当地媒体的质疑 而消息传回国内 被批评是台湾过去的支票外交 竟然还未停止 总统府提出解释 可以增进我们台湾跟友邦之间的 这个感情 然后用途目的都是正当的 那么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不会去排斥 对于这个友邦的援助 总统府发言人王玉琪强调 马总统反对去向不明的支票外交 但只要用途正当 不会排斥对友邦援助 而外交部长杨静天也指出 圈赠巴纳马飞机 纯粹是以人道为考量 巴纳马的机队已经老旧了 那么他们那边也常常会有那个灾难 天然的灾害这些事情 有关乡间的这个老百姓 救医 或是这个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 也跟急难救助这一部分 马丁内利政府上台 取消对台湾长达六年的高层护访禁令 有外交学者认为 这时候台湾捐赠飞机 考量的应该是要巩固善变的中南美洲邦誼 如果是符合人道需求的捐赠 也无损外交形象 这是台湾第二度捐赠飞机给巴纳马 外交部不透露援助金额多少 但认为能力范围提供协助 能够强化双边合作关系 新流感疫苗现在出现了缓打潮 不少民众对打疫苗觉得很犹豫 不过光是周末假日两天 原本挂邻的新流感住院病例 就增加了七个人 其中两个人的病情严重 必须用叶克膜来维持生命 而今天临床上更发现到 天气变冷了 感染了肺炎练球菌的病患 也随之增加许多 所以防疫人员很担心 在下一波疫情出现的时候 如果感染到了新流感 很可能会连带并发肺炎 不可以掉以轻心 新流感疫苗的缓打期扩散 连续几天没有增加住院病例 却在周末假期 一口气增加七名新流感住院病例 目前已经有两名病患 住进加护病房 而且必须使用叶克膜为生 病况为急 我们过去一天平均的一天都是打15万剂 那么最近呢都萎缩到很低 那我想这个确实是大家对于这个安全的这个疑虑呢 是存在的 接管局担心国内集体免疫力还不足 目前还有7成的民众没有接种疫苗 明年农历春节前后可能爆发另一波的疫情 而根据国内医学中心流感的监测发现 新流感的病毒威胁性已经慢慢减弱 致死率和季节性流感差不多 大约为千分之一到千分之四 以后将成为每年常态性的流行病毒 一定是更容易在人类里面复制 然后所以说会更久 就是变成季节性流感一年一年下去 医生提醒新流感的病毒毒性虽然降低 但到了冬天刚好又是肺炎炼球菌的流行期 到时候如果感染到新流感 就更容易引起肺炎炼球菌的感染 引动时好外导致肾衰竭败血症而死亡 肺炼炼球菌疫苗的施打 可能是预防流感之后的并发症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措施 当然最好是两个都要死打 而肺炎炼球菌的高危险群为65岁以上 老年人和5岁以下小朋友 医生也提醒如果小朋友感冒吃了药 还是有呼吸困难严重咳嗽 甚至痰痰有血丝 高烧超过3天就要禁述就医 记者黄正邱富财台北报道 好身体健康真的是很重要 不少民众因为天气很冷 会想吃个火锅来暖暖身子 不过可要小心了 不要把防腐剂给吃下去 台北市卫生局最近就抽印了 市售的火锅料 结果发现有不少的民众 常吃的冻豆腐六成都不合格 全部违法添加了防腐剂 本假算 天气冷嗖嗖 吃火锅最舒服 但是小心吃下肚的火锅料 可能添加不该有的化学物质 台北市卫生局抽查火锅店和餐饮店 发现火锅料中最常吃的冻豆腐 有六成不合格 全都违规添加了防腐剂本甲酸 吃过量容易引发胃痛 对肝肾也有害 过量的食入当然它也会刺激肠胃 而引起你身体的一个不适 那么最重要的是 因有肝脏或肾脏功能不佳的一些民众 他可能在使用上又要特别注意了 卫生局公布不合格的名单 违规添加本甲酸的店家有 巧安小吃部 一品鲜顺顺锅 港龙小吃店 增得自助火锅 微笑赢家以及不麻不辣 尤其是不麻不辣的本甲酸过量最多 博业者也很无奈 因为进货时根本不知道冻豆腐有问题 这个问题应该是像从源头抓起才是重点 因为我们只是说拿到东西 做一些sample或是做处理 那再加上架这样而已 至于其他不合格的店家还有 新安小吃店的辣豆瓣酱 违规添加糖精 蒸香锅贴的辣椒酱 违规使用了缓几鸡黄锡胺酸盐 另外增得自助火锅的米血膏 也验出有本甲酸 还有家福公司贩售的蒟蒻 含有二甲化硫 虽然合格 但外包装却没有标示也违法 卫生局提醒 这些火锅料无法用肉眼和味道来分辨 所以事先最好以热水通煮 等化学物质挥发后再把水倒掉 再丢进火锅里 以降低本甲酸等含量 对身体比较健康 记者陈小青 陈昌伟 台北报道 好 民众除了健康之外 荷包也得雇 从明年的元旦开始 护照要涨400块钱 从现在的1200块 涨到了1600块钱 而为了省钱 今天一大早就有许多民众 赶在最后四天 到外交部领事事务局来办护照 不过现在有立委提案了 希望外交部能够延到 明年3月1号再涨价 而外交部说 只要立法院通过 就会照办 仔细填写资料 贴上身份证影本 陈小姐帮家人来办护照 早上8点40分就来 看到长长的人龙 不知道几点才能够办妥护照 我抽到的汉码牌是400多号 可是上面还在10位数而已 所以你今天有可能在那边耗一整天了 不晓得可不可以办到 负责办理护照为在联合办公大楼三楼的领事事务局被挤得水泄不通 一楼架开的柜台也挤满了人潮 要照相填资料的都排了长长的队伍 很慢啊 大概半个小时 一个钟头大概只有不到100号嘛 我的300号大概要三个钟头以后啊 但也有人很幸运8点来排队抽到93号 才一个半小时就顺利办妥护照 那上来 那个上来说简直要乱乱了 现在有没有心里会吓一大跳 想说人怎么办 对啊对啊 这几天办护照的人会那么多 都是因为从明年元旦开始 护照规费将从原本的1200增加到1600 民众希望外交部能加派人手 输解人潮 申请的量已经增加很多 我们加班加班到10点钟 收件延长到这个7点多钟 而且收件的地点 也从这个平常的柜台增加到大厅 增加了20几个收件台 外交部表示 晶片护照的宣导期将在31号到期 因此有不少民众把握 最后这几天来办理护照 只要在12月31号晚上7点以前完成送件 就可以省下400块钱 记者林夕谢启文台北报导 平常必须搭计程车呢 又想省钱的民众 可以要注意这则消息了 现在呢有很多的计程车 为了方便民众叫车 都会设定减码服务 民众呢只要打上五个数字号码 就可以叫到车子 不过呢 最近消息会调查发现呢 打这种叫车的号码 整个等待通话的时间 通话费是相当的贵 2分30秒就要15块钱 不需要出门拦车 通过减码服务 民众只要拿出手机拨打这些数字 就可以联系到各大车队叫车 可是一通叫车电话可不便宜 光是告知上下车地点 再加上等待派车的时间 就要2分28秒 如果以每秒0.1元来计算 通话费就要15元 消息会调查十家车队 叫车时间最长2分28秒 和最短60秒的价钱 就相差了2.5倍 消息会表示 业者主动提供解码服务 却利用通话时间来获利 消费者不仅没有优惠 甚至有可能花更多冤枉钱 电钱费用是由 计程车队跟电信公司 他谈这种费率 那这个费率是有拆账的 对对是两边有拆账的 也就是他打得越多 他拆账的金额也就越高 像是在全台拥有8000多辆计程车的 台湾大车队 小机会测试轿车就花了2分16秒 通话费就要13元 但业者表示 1秒计费的服务已推出5年 对费率问题会进行检讨 我们可能就跟电信者 做一个沟通 跟一个看有没有改善的方式 那尽量让消费者可以得到 比如说他轿车可以有个优惠 那其中一个更高的服务品质 还有仔细看 不少计程车玻璃上 也都贴有轿车折扣 满百以上7折的优惠 但小机会调查却发现 车子满100元后 其实只要超过100元的部分金额 才有打折 也就是必须要扣除100块后 剩下的金额才会打7折 小机会认为 业者应该在广告中 要明确标明和告知乘客 才不会让消费者误会 记者沈小青张国良台北报道